今天高雄是新增了七千两百八十六例的确诊 首次超越了台北的七千一百八十五例 这引发外界猜测说难道南北疫情出现黄金交叉了吗 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虽然高雄疫情的确在升温 但是台北PCR量能吃紧 裁检有时间差 社区存在黑数 高雄比较没有这些的问题 对此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也做出回应 中仁祥强调台北这几天疫情有逐渐缓了下来 但是原因跟量能不足没有关系 至于陈其迈说台北有黑数 中仁祥则是指出有民众快筛阳性 却没有去做PCR 全台湾都可能有黑数 庄仁祥也提到还有一种可能是 正逢假日 民众不喜欢出门裁检 才会造成确诊数字下降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氏 不错评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